不光是你感冒的时候 可以用葱干煮水来治疗感冒比赛 平时你还可以切一些葱干下来 做一个凉拌的小菜 冬天的时候吃了可以预防流感 可以预防支气管炎 并且还有开胃的作用 这个具体的方法非常简单 把葱干你就切下来 切下来以后你洗干净 洗干净以后用盐腌一下 就像没有那么辣 用盐腌 大概咽个十分钟的样子 你就根据你的口味 你就可以拌上你喜欢的佐料 一般的我建议大家拌点糖和醋 因为葱干它是比较辣的 你拌上糖醋以后 它就会减缓辣味 这样吃起来不会刺激到你的胃 有道理 现在我们闻到这已经辣味扑鼻了 又放点醋比较酸 特别通气的那种感觉 辣味就是葱干它能起作用的道理 你如果是小孩 你即使是他不愿意吃葱干 你让他闻一下 也有一点酮皮塞的作用 所以在这用来收到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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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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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